我们上个礼拜的部分大概讲完了有关绘制框线 绘制框线基本上如果是大范围 比如说你某一个地方要做列印之前 你可以用Range物件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会需要藉由Range物件设定一个范围给它 范围的左上角到右下角 你给它之后的话 后面利用Bolders的属性 里面有比如说Color 点Color或点LightStyle 主要大概这两个属性 Color的话比如说红色的话就RGB2500 这样子就可以把框线绘制出来了 这个我想上礼拜有讲 这个并不困难 而且很好用 就一行程式就可以把你要的框线范围给绘制出来 那可能会比较特别就是说 可能是哪一条线 比如说标题栏跟标题列的下方跟右方 那你就是要单独去找Bolders 那个属性刮斧之后 他问你说你要哪一条线 那你就跟他讲说那个范围的下面那一条线 或者那个范围的右边那一条线 那你再去画LightStyle等于XL Double 就双线 至于其他的框线 你可以按F1 那可以查询的 看你要画哪一种线 基本上只要是 Eseal里面可以做的效果 VBA都可以代劳 那好处是说不需要每次滑鼠键盘 你就要再敲一次再做一次 VBA就可以全部都帮你完成 那当然也可以用录制聚期的 不过录制聚期的缺点 你们如果试试看 那个框线录制 录下来的程式 哇不得了了 我们是写一行 可是录制聚期的话 我记得少说好像十几二十行 至少 OK 一个动作就十几二十行 那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还建议你刚才写VBA算了 否则的话你录下来程式 一看就头大了 那另外的话还有什么呢 把Eseal当成资料库 那里面的话我们会设计表单 也就是说 将来在VBA里面有个很好用的功能 就是说你可以把一些输入的界面做出来 那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让使用者不要乱输入 因为其实我发现很多时候 都是因为输入时候乱输入 而且没有按照你要的资料形态 还有你要的资料输入 那当然会造成很多问题 你之后会需要再去把那些错误抓出来 那当然你会花更多时间 所以设计表单第一个你可以限制它 第二个的话呢 把它输入完之后自动把资料填进去 填进去之后可以把资料清空 再继续加下一笔 另外我最后也有讲到有一个 就是说呢 就是防呆的机制底下有个什么 还有什么 直接按Enter 最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动态取消保护 也就是说如果 当然有的人会把表单关掉 可是表单关掉的话 基本上呢 如果你没有设保护呢 那他就可以任意输入 所以当然这样好像又变成 没有办法一劳永逸 所以如果你要一劳永逸的话 干脆怎么样 设定一下保护吧 那当然BPA呢 可以动态的取消 那他程式也非常简单 就是Active Active什么呢 Shit 就是目前的工作表 ActiveShit 点什么呢 Enter 然后你把刮符里面加上 你原来输入的密码 然后加在第一行 最后一行的话 就是再把它 Totest 密码再加回去 就两行 其实呢 就可以解决什么 解决动态的 那个保护的解除 跟增加 其实还蛮好用 我觉得这功能是非常简单 而且还蛮实用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回去 务必尽量把它熟悉 这样的话呢 尽量可以用在工作上 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事情 就一劳永逸了 再也不用说 有的时候 每次给人家 请人家帮你输入资料 都回来 知道都完全不符你要的 而且你要花更多时间去找出错误来 这个问题发生 当然最后还有VBA本身 也可以再加上密码 密码部分的话 就是如果你的程式写好了 你不希望让人家看到里面写什么 比如像我们有动态保护取消密码 密码知道了 他就可以自己再把它解除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你写完的东西 其实就是你的著作权 你的智慧财产 当然如果智慧财产 假如没有加密码的话 任意每个人都可以打开来 这样的话 岂不是你写完的 你的心血 可能花很多时间做出来的 结果人家很容易就看到 然后就可以拿来使用 当然就会是个问题 所以如何在VBA上面加上密码 OK 这件事情也蛮重要 所以上个礼拜的重点 大概这些 至于细节部分的话 回去请各位就是 大家留一位以下没办法听懂 你可以多次的去观看 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 当然也欢迎你在下方可以留言 OK 你又告诉我哪个地方你有问题 也许是观念上的问题 也许是我觉得很简单 但是你可能觉得很复杂 当然经常发生 因为很多时候同学不问我 根本我不知道说 原来你不懂这个东西 我会认为说 有些东西你应该知道 结果你一问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你不知道 所以我才特意 所以有些地方我会特别讲 是因为询问度非常高的时候 那我就特别讲 但如果你没有问到 那我可能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你的问题 OK 我觉得就没有特别讲 所以这部分的话 也许如果有问题 你可以在任何的 单元底下可以把问题提出来 做互动也OK 因为其实对我来说 你们的问题也是 我将来课程里面 也许可以纳进来一部分 因为如果大家都是问题的话 那今天的话 那他上礼拜的部分 所以你会发现清除框线 这边就不行 为什么 这边 因为我们已经把它锁住了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清除框线这些 程式基本上都要去做unprotected 然后在protected 否则的话程式就没办法动了 那个部分的话加在哪里 应该还记得吧 其实就加在这个地方 OK 不过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已经锁住了 一定要加密码 1234 加的地方的话 你要把它摸住打开 里面就写在这边了 OK 那我就不演示了 今天的话我们继续再来看第三个单元 所以请各位一样打开那个第三个单元 那请各位 因为今天我们会做一个综合性的练习 这一题的话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产生什么 一整年的年历 那今年大概2020 把它改一下 2020的1月1号 那当然你会发现 我们输入一律是用西元年 然后中间加斜线 OK 那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显示出来的 不要是西元年 而是像民国年 而且各位数字帮我补个0 然后不要用斜线 我希望用点 有没有 把这一个输入的这个资料 格式化成这样子 要该怎么做 所以第一个也许各位可以来想想看 然后面的话还要加上周几 怎么加上去的 这个主要是利用格式 OK 那格式里面很多变化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那你愿意说显示就没办法显示你想显示的资料 这个格式 那所以第一个综合练习 那怎么做 里面的话我们希望 最好是不是叫你一个慢慢填 而是说我希望你先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然后再向下填满之后 再向右填满 就可以把一整年年历就产生了 OK 那这个是用公式 用Excel里面的公式产生的 当然最后的话可以怎么样 最好用一个的吗 VBA VBA是怎么了 最好是你一按下去 它就自动整年的年历都出现 然后最好是你还可以跳出来说 请问一下你要哪一年的年历 然后你只要输入那一年 我就一整年年历都帮你产生了 其实之前我写出来了 名单上也有答案 然后同学就会接着会问说 老师可是问题我不是要粘力 我就要粘力下方 还可以再帮我增加一个空白的储存格 要怎么做 那当然不是叫你要手动一个一个 慢慢再插入空白列 它太慢了 所以最后我又讲了 如何动态 就是说再结合VBA 然后可以帮我们自动在 它的下方自动插入一列 空白列 我讲完之后马上就有同学 可是老师我又希望说 它可以动态的 有时候可以加上空白列 但有时候我又希望按个按键 自动又把空白列自动删掉 因为好像之前有做会计的 会计人员好像经常会需要 自动要有空白列 然后又有时候又希望把空白列把它拿掉 那他以前都涂拔链 然后说老师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玩 我说可以啊 你可以怎么加 你有可能怎么你爱怎么加是怎么加 但是关键的地方就是要用一个物件 叫列物件 Raw加S 那里面的话 如果要增加的话就点Insert Insert就是插入列 在哪一列插入列 然后删除的话 顾面是要点Delete就可以 这个部分的话 待会我们也会再跟各位做个说明 那所以呢 第一个请各位先开启范例档 了解一下综合练习的需求 那我们第一个事情要先解决什么问题 西元年如何转换成这个格式 那我们利用什么呢 请各位先利用前面的这个Today 所以请各位呢 也许先切到Today好了 那我们大概会先讲完日期时间的重要格式 顺便了解一下日期跟时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OK那他这个格式呢 其实还蛮刁砖的 为什么 因为他基本上又不是数字 他又不是文字 那不是数字又不是文字 那到底是什么 那他到底怎么去界定说 资料里面呢 又可以存放什么 年月日 甚至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还有十分秒 也就是说呢 一个储存格里面 像这个格子里面 基本上就放了三个资料 年月日 甚至还有周集 四个资料 然后另外还有什么 还有假设后面还有时间的话 就年月日周集 然后还有十分秒 哇 七个资料 那可是问题我要怎么分别 把它分开来 因为未来会有很多需求 比如说我要计算的时候 那我要把怎么样呢 把年月日分出来 然后呢 最后的话还要把它合并回来 所以怎么样把它分割开来 怎么样把它合并回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是日期跟时间格子里面最常遇到的问题 因为你要计算日期 结果你会发现 好麻烦 计算不出来 OK 那怎么计算 所以待会我们针对这个范例逐一来跟各位说明 所以第一个的话 请各位先打开今天函数吧 然后做一件事情 就是先 大家顾名思义 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用什么 日期时间里面的今天 今天的话 它基本上 还有了 顺便瞄一下这里面有哪些重要的函数 因为每一个都很重要 只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每个都讲 我们抓重要的 然后它不需要引述 它的引述是什么 实际上它是自己抓电脑的时间确定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它就帮我把今天的日期秀出来 OK 那请各位待会试试看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今天日期格式化成 现在我们年曆这个范例里面要的年 就是用民国年 月跟日不灵 然后斜线改成点 后面加周期 要怎么做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插入函数的话 除了today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函数 跟today很像 叫什么 叫做now now 现在today 今天 插入看看 按确定 那你一样没有引述 按确定结果一不一样 变模一样 到底哪里不一样 其实跟各位讲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按右键 其实基本上插入都结果一样 有个地方不一样 哪里呢 把格式改一下 如果我把它改成时间 里面的完整年月日十分 用这个好了 年月日十分 它没有秒了 好好看 确定 你会发现 today它就停在哪里呢 停在12点整 因为它没有时间 today就今天 那now的话呢 它会跟着我们现在时间 所以它里now的话 比today多一个时间 所以如果将来你要计算的 并不需要时间 你用today 不过你用now也可以 只是说好像多一个资料 那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按右 一样把这两个旋径 按右键 突然叫格式 如果你把它改成通用格式的话 通用格式就是它原始的 原始的 就是完全没有格式 按确定之后你会发现 它变成什么 变成数字了 然后today是整数 now的话是有小数点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特别注意 为什么是43902 这个数字到底怎么来的 其实根据官方说法 1900年的1月1号 它如果按右键出现格式 通用格式会变什么 变成1 意思是什么 应该知道 也就是1900年的1月1号 就是它的数字里面的第一天 1月2号是第二天 也就是从1900年算到今天为止 总共是43906天 不过就我同学说 老师那1900年以前的时间 那日期怎么办呢 很抱歉 这是以色列无法帮忙的 也就是说 日期里面 它好像没有负的 因为我印象中 我如果把1900年 如果你是1895 这一天好像是光绪20年 然后是交五 这个如果是这样 1895如果按右键出现格式 它会怎么样 它不会怎么样 因为它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 应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以色列 它能够辨识的 只有1900年1月1号开始 以前的都不算了 其实也合理 因为这个本来就不是在做历史的 如果你拿它来做历史 好像也不合理 所以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这个怎么来的 但是你想说 老师为什么闹会多小数点 小数点怎么来的 其实跟各位讲 它一个小时就是1.24 24小时 所以一个小时就是1.24 然后两个小时就变1.12了 3个小时的话就变1.8 1.8刚好0.125 所以如果我今天把它做格式好了 比如我在旁边做0 然后每隔0.125 1.25就三个小时 然后让它变成1的话 像这个 你把它按右键除了格式的话 格式成时间的话 我们用什么 用下午上午 然后10分秒 按确定 你会发现 它就会自动格式化成 上午12点 就是0 然后每三个小时 0.125 对吧 刚好就是3.6 每三个小时 当然你也可以用24小时分 24分之1 只是我觉得还有很多小数点就算了 刚好如果可以整除的话就0.125 OK 那你会发现 刚好1的话也变成12点 可是这个0跟1是相差一天 就是前一天的12点跟隔天的12点 也就是12点刚好就1 1就进位了 所以24小时刚好就1 OK 应该知道这一事吧 所以在Excel里面的格式 它是这样完成的 所以 待会请各位先做一件事 就是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格式 再来的话 怎么样 请各位帮我把这个格式 这个把它转换成什么 刚刚讲的这个 怎么做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再来就是说 请各位把这个资料 也许再把它改成那个 这个 然后再来就是帮我做资料分割 分割什么分割呢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年月日 然后10分秒 通通都把它分开来的话 怎么做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 第一个呢 先稍微看一下那个综合练习 里面我们需要的格式 第二个的话利用today跟now 把它做一个格式化 想想看怎么做 那 那 再来就是了解 today跟now 它在ecell里面到底储存是什么东西 所以其实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数字 也就是说 如果是到凌晨12点 就是整数的 那如果说你后面 假设 不是到凌晨12点 你可能还有时间的话 后面就带小数点 OK 然后 每一个小时就是1.24 那后面就小数点 然后反正一分钟又反而出出完 又是一堆的小数点 利用这样的方式 帮你记录日期跟时间 也就是日期是前面的整数 小数点就是后面的时间 OK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将来如果你看到那个 假设格式化打回原型的话 看到那个 有一些一堆数字 你也不要觉得奇怪 反正你把它格式化就好了 也就是实际上 ecell在帮我们做什么 输入日期之后 它自动帮我格式化 成年月日十分秒 大概是这样子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好